被剝奪政治權利 香港現在是未有的 不過其實名義上未有 但是已經有一些成員 有一些香港的市民 其實是被剝奪了去參與政治的權利 我們有香港眾志的朋友 林朗賢和黃之鋒 大家好 香港眾志的林朗賢和黃之鋒 大家有留意的話 我們過去這個月 做了四次的行動 追擊鄭若驊、李家超 我們在區議會那裡 去追擊他 但是他就在區議會的會場裡面 四位不敢去面對民意 不論是鄭若驊 還是李家超都是這樣 我們再闖入這裏 政府總部的東翼大堂 要求他下來和我們對話 一樣不肯用警察 暴力地抓走我們 我們星期五 早上再去到 律政司司長官底 等候了他三個小時 一樣是不見我們 說要拘捕我們 這樣的官員 不肯面對民意 但是就和商界 密密針 是不是傾斜 是不是不公平 是 各位 我們 這次面對這個 逃犯條例的修訂 我希望大家 有一個準備 我們不只是出來表態 不只是出來 表達我們的心性 我們是要一個切實的改變 我們是要拘捕 這條惡法 大家有沒有決心 有這個決心 我們就不可以等候 商界 我們不可以等候 這個已經被政府 沒有閹割了的議會 我們要自己起來行動 是不是 是 大家 我們望實 接下來 4月3號 我們今天這麼多人走出來之後 如果李家超 再拿一個 根本是 逆民意而行的 草案上來 我們反對他台 是 我們望實他拿什麼 放上來 當 我們再號召 再動員的時候 大家 大家會不會再走出來 會 我們一定要把這條法例 修改到 要它撤回 成為一個真正尊重 人權的修例為止 好不好 好 拉臨逃犯條例 不單止是靠議會裏面 民主派的議員 更加需要我們每一個香港人 身體力含 不只是香港眾志的年輕人 我們去到 有四次的行動 是去衝撞這個政權 是要求政府官員 是去撤回逃犯條例 在未來的日子 我們更加需要有大家 我們這一個月看新聞 我們見到政府唯一會讓步的 就只是向商界有所退讓 但大家不要不記得 今時今日的商界 和03年的時候 根本不能相提並論 2003年的時候 大家曾經見證過自由黨的田北俊 怎樣是在最後的關頭 是去表態 是令到23條最後是無限期各自 但問題是 今天的自由黨 已經不是十幾年前的自由黨 今天的田北俊 的確可能還是商界最大的反對聲音 但他現在都不是議員 他手上沒有票的 我很希望 是跟每一位來參與遊行的市民說 不要寄望我們繞合雙手 得商界和政府討論 討論一下 條法例就會無疾而終的各自 在未來的日子 香港眾志 會有更加多的街頭抗爭 會有更加多的公民抗命 我們很希望 不止我們的年輕人 不止我們的學生 或者年輕人 更加有在場的每一位 我們在未來的三個月 在暑假之前 我們一齊 拉丟逃犯條例 是讓政府去面對民意 李家超 必須跪下 好不好 反對逃犯修例 反對逃犯修例 反樂法 反送中 反樂法 反送中